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跨越遠洋的里長火 以敬敗之心 以敬敗之心 這是火油鴨 昇華式 昇華式 基本上關卡難度是還算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總之這個 昇華要不分啦 這個我看了火油鴨的關卡 來講是還算可以接受的一個關卡難度 新豬可以留 雖然說我剛剛也是沒辦法消新豬 現在CD還蠻長的 好 主要是這個 CD夠長 所以我打起來比較可以壓力沒那麼大 但是我們恢復力也不是很高 這邊稍微接 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因為她CD夠長 所以可以跟她稍微耗一下 不然你想說CD夠長就隨便打 也是要認真一點 稍微提出一下這個 會有 出醫藥的效果 好 接下來第二關 剛剛是30%的血量嗎 這隻是90% 不過她CD6 所以還蠻好打的 好 接下來第二關 好 一樣這個大概30%的水準 通關一下就沒問題了 通關一下就沒問題了 因為combo數少所以盡量做多一點疊珠 疊珠的話天降就會出來了 現在新出蠻多,我決定做一波比較大的攻擊 比較大一點點的 雖然說比較大,可是好像也沒多大 沒事的,我剛剛把我的新出都消掉 沒關係,它是CD6,我們可以慢慢跟它玩 6-2,如果你還補不滿,那我就沒辦法 基本上揮握數這麼長應該是要把他KO掉了 滿輕鬆的啦,看起來是滿意義的 就是可以又再又再又再打那種感覺 喔 欸,忘記用這隻 那個 忘記用它的技能啦,不知道技能是什麼東西 沒有注意到,沒關係 這個是火油鴨,升華式 基本上也是輕鬆打的一個TEMPO 以上就是這個鴨子 火油鴨1234階的升華的關卡示範 很簡單,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,掰掰 慢慢來 看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